我準備好了 我也準備好了 我們等一下得趕快 不然三秒之後 我們就 三 二 一 開始 你要拿平一點啦 不然等一下黏不到 手都三秒焦黏住 到底要怎麼拔開 三秒焦變一秒焦 靠的竟然是它 衛生紙低到三秒焦 怎麼會冒煙 溫居池斷裂啦 這三秒焦夠力嗎 昨天這集拆開學 鄭重提醒 三秒焦 小心 三秒焦 三秒焦 踹科學 人不分男女老幼高愛胖壽 地不分南北東西街頭 校園還是初來的 全民一集 踹科學 對 對 怎麼了 我跟妳說一件事 我剛才在黏這個 黏這個三秒焦 跟這個模型的時候 你黏不起來是不是 我把我的手黏起來了 波元啊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現在張不開了 對啊 不要擔心 我覺得你現在也蠻好的 你這個就是英國德服 這也可以真相思考 可以啊 你看喔 我現在說什麼 你都會回答我 OK 都會說好 你看 今天做家事好不好 OK 那晚餐讓你煮好不好 OK 這到什麼時候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說紅兩話 你有沒有良心 我都沒有 我可以隔了 你還在那邊笑 要不然我們上街頭 來問問大家有沒有辦法囉 其實是廣義一下囉 街頭踹科學 請問妳的手指 如果被三秒焦黏住的話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卸除它 用冰 因為我之前聽過人家 好像是網路上 或者是電視上我聽過 用 洗手液或肥皂吧 因為手邊只有這些 檸檬水 為什麼 應該就是有酸性可以都解掉 我記得我之前有被 就是黏塑膠的那種 膠黏住 我媽那時候是給我那個 卸妝用的那種化妝水 然後就是淋一下 然後用搓的 或是酒精也可以 泡熱水吧 因為就感覺 會化開 拿醋吧 我記得 醋滴在手指頭上面 可以把三千秒鐘 處理掉 我想打開水分頭 然後一直沖 然後一搓 油 滴在上面 滴兩滴 或者是一些 介面活性劑的東西 但是油的話 應該它是比較容易分離 我猜的 可能就弄卸妝油 或者是一些沙拉油 來去洗掉它 如果現在裡面有酒精 又有酒精 沒有酒精就去看醫生 要看醫生 有到看醫生的程度 對 要去看醫生 不會隨便弄它 哇 大家的方法都好不一樣喔 真的耶 我覺得好像都挺管用的 我們就每一個都來試試 像大家有說到像熱水啊 白醋啊 然後缺光水油 是我網路看的 然後還有肥皂水 這些呢 我們就都來試試 柏仁說OK 沒有啦 我哪有說OK 你自己想想看 我泡在這裡面會被燙死 泡在這裡面會被臭死 泡到這裡面會被腐蝕 不行啦 我手會被掉啦 好啊 那這樣子到底要用哪一個方法 我覺得可能要問一下那個 柯學妹 好 柯學妹 我們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 我是紅色戰士 紅色戰士 嗨 紅色戰士 我的英雄 我的救世主 我的再生父母 我現在就是被三秒鐘黏住 然後我唯唯叫把它全部都泡進去 你覺得合理嗎 唯唯說得沒錯 你只要把手指頭 放進去光水裡面就可以了 不行啦 這個去光水 等一下腐蝕了怎麼辦 而且我也不知道泡了多久 不行不行不行 柯學妹怎麼說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 那不然我們就真正實際的 來實驗一下好了啦 可以嗎 如果要解決這個三秒鐘的困難呢 就要先看看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來做一個 實驗看看就會明白了 好 那在實驗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好一些安全防護喔 柯學 OK 喂 三秒鐘黏到手 到底誰能解 裝備齊全 沒錯 都做好準備了 但是也真的是有點搞笑 柯學妹 你把我們打扮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剛才還要我一個一個泡 這不是就是有點危險嗎 沒有 這是因為我們待會兒 要準備像這個牛皮 來做今天的實驗 那這個是我們把牛皮 已經先塗上了三秒焦 所以兩片牛皮已經很牢靠的 黏在一起囉 對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這種牛皮 再黏在一起的這個實驗的材料呢 就注意地放進不同的水溶液當中 好 然後看看哪一個水溶液 可以把這個牛皮解開來 我知道了 它可以解開這個牛皮 你就可以解開我的手 真的耶 你就可以解救火源了 那我們趕快來吧 好 我們這樣子的浸泡 至少要超過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五分鐘後再來看看 在等待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先來測試看看 三秒焦如果直接把它滴進 這四種不同的水溶液 跟有機溶液裡面 那到底哪一種的溶液 可以讓三秒焦化於無形 好 現在是熱水 熱水的 三秒焦滴到熱水裡面 它變成一層白白的 對 它會立刻凝固 好像凝固了喔 白醋 白醋的 怎麼也沒白白的 白醋沒有凝固耶 對 它好像慢慢地變成 有一絲一絲的 真的耶 對 三秒焦的這個成分呢 已經開始慢慢地被 白醋裡面的酸性物質 給溶解掉了喔 對 溶解掉 所以白醋可能是有用的 對 那我們來看去光水 我們來看一下去光水喔 好啊 這就是你剛才說的 化於無形啊 真的耶 對 完全好像什麼事情 都沒發生過一樣 就消失了 對 最後看一下這個 肥皂水 肥皂水滴進去之後 上面也有一層 薄薄的一個白白的凝固狀態 就像它一樣 熱水差不多一樣 立刻凝固了 對 所以是不是代表說 熱水還有這個肥皂水 它們是沒有辦法 就是分解 對 像如果我們把三秒焦 放到熱水裡面 那熱水裡面基本上 還是有許多的氫氧基 然後會讓這個三秒焦 快速地凝固成 這個固體狀態 白白的顆粒 一片一片的 那現在既然說 白醋跟去光水 看起來都是有用的話 那我選白醋好了 好啊 你可以試試看 好 好 你們可以繼續的 好 那像這個去光水 它的成分是 那丙銅是一種有機溶劑 是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 三秒焦裡面的 的這種成分 滴進去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形成聚合反應 還會在丙銅溶液裡面分解掉 那白醋裡面沒有丙銅 為什麼白醋也可以讓它 對啊 白醋是因為裡面有 氫離子形成酸性的環境 那讓這個水中的氫氧基呢 沒有辦法跟我們 三秒焦裡面的 氫基屏溪酸質 形成聚合反應 那它就把這個氫氧基 給中和掉了 那這樣子剛才啊 街頭上有一個民眾 他講到說 檸檬水 那檸檬水也是有酸性啊 是不是有機會 也可以把三秒焦 溶解掉 對的 如果是 檸檬汁裡面的 氫離子 濃度也很高 它也可以把這個氫氧基 給破壞掉 或是把它中和掉 那就會形成一個 酸性的環境 讓三秒焦的成分 沒有辦法聚合喔 真的還是 最好有醫生或專家的陪同 要不然的話 它濃度調一個太高 等一下傷手就不好了 也是啦 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我稍微可以破洞了 真的嗎 剩下黏一點點 好像快要解開了喔 如果我再泡久一點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對 肥皂水為什麼不可以 那肥皂水因為其實啊 它裡面大部分的成分 都還是水 那它是一種水溶液 在裡面一樣形成聚合的反應 那肥皂當中也一樣含有 這一種氫氧跟離子 所以它還是快速的聚合喔 牛皮們是不是應該已經 準備好了 對 那我們可以把牛皮 煮一個從這個 不同的溶液當中 把它拿出來看看 那我看去光水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讓我來 我不會問 他已經分開了耶 他直接分開了 幹嘛 我們現在知道實驗結果了 白醋跟去光水是有效 然後去光水就更有效 對 然後熱水還有肥皂水 是絕對沒有效的 真的不行喔 反而還會加速它凝固 來看一下我的手手 一 三秒膠打開 耶 真的可以 真的好棒喔 我已經成功的脫逃 客學妹 為什麼三秒膠 它可以黏成這樣啊 它比上什麼膠水啊 什麼白膠啊 那些各式各樣的膠 都還要黏耶 好 那三秒膠的黏著原理 我們來看一段動畫 就會明白囉 好的 你就懂三秒膠的黏著原理 三秒膠主要成分是液態的 青筋餅細酸質 塗在物體表面時 膠體會摄入物體孔季中 當青筋餅細酸質結束到 空氣中的水氣會產生反應 迅速固化 於是將兩顆物體表面 緊緊黏合在一起 因為三秒膠固化的過程 會產生放熱反應 所以連鎖物會熱熱的 還會釋放刺鼻味 使用時要注意安全喔 原來三秒膠它就是會接觸到 空氣中的水分 才慢慢地讓它可以固化 是的 那我剛才如果泡到熱水裡面的話 它不就糟糕了 對 真的會很完蛋耶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在黏三秒膠的時候 是不是同理我也給它提供一些水分 它就會固化得更好 對 像三秒膠 它最怕遇到的就是水氣或是水分 那一旦遇上了水呢 它就會很快地凝固了 那所以我們使用完了這個三秒膠之後呢 記得要趕快把蓋子蓋起來 否則這一罐三秒膠 經過一個月到兩個月 它就可能整瓶都凝固囉 平常在用三秒膠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戴手套 這樣子你有沒有記起來啊 我再也不敢小看三秒膠的威力 我今天當了一整天的OK哥 真的 要不然以後這樣子 手又會再黏起來了知道嗎 那你為什麼也要一直這樣講話 因為我剛剛拆下來的時候 也沾到三秒膠了 我一不小心就變成這樣了 不要叫他 剛才的氣關水有沒有到時候 叫前面 氣關水叫叫我 現在這次陳瑋瑋是OK 我拜託你了 有實力的同學們聽得起 科學考驗 如果你們也覺得說好想來考驗的話 歡迎上我們的臉書粉絲團來留言 或許下一次就會是你來這邊挑戰喔 沒錯 好的 今天來挑戰的這一位同學 曾經來過踹科學找我挑戰 那那一次怎麼樣 平手 代表他的程度非常堅強 真的耶 只是這樣 這樣子說就對了 不然我們就來歡迎這位強者出場 李佩萱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李佩萱 我是李佩萱 淡水國中八年級 我爬過玉山等二十三座百月 佩萱 這一次雖然你不是找我挑戰 但你找的這一位是不是好像也不弱 我這次找的是我的表哥 因為他非常的強 所以我找他當我競爭對手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表哥出場 歡迎廷瑋 廷瑋 大家好 我是詹廷瑋 今天國中九年級 我有通過課語終極認證 我課語很強 廷瑋 今天你面對佩萱的挑戰怎麼樣 你感覺結果會是如何 我比他多讀了一年的書呢 所以可能這個贏的機率很高是不是 基本上沒有問題 表哥的實力呢 可能多讀了一些書是沒有錯 但是呢 我們最後終究是要先比一下速度的 對 等一下我們只要說到 請搶答的時候呢 你們兩位就要去按桌上的0 誰搶到0 誰答對了 才獲得1分 搶到0沒有答對 就沒有分數 沒有搶到0答對了 依然也是沒有分數 看看 我們先來試一下暖身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兩個都會講到 請搶答的時候就按0 好 等一下題目就是 請問我叫什麼名字 請搶答 佩玄 今天呢一樣會有一個科學妹 來當我們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 沒錯 那來的是哪位呢 讓我們歡迎銀色戰士 彩刀 我是銀色戰士 耶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用三道題目 來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三秒焦 還有哪些特性與危險性吧 準備要來進行第一題囉 來看一下題目是什麼 請看 強力三秒焦遇到以下什麼狀況黏不了 A 物體表面塗護手霜 B 物體被吹風機吹過 然後吹熱後 C 物體用砂紙磨過 好喔 請搶答 我覺得聽尾真的太強了 真的聽尾的反應好怪喔 不可能他今天說我答對 還答錯他可能都是冠軍 聽尾你的答案是 我會選B 因為三秒焦好像要碰到水 他才會黏得上去 就是開始固化 所以如果被吹風機吹熱過後 水氣比較少 有可能就黏不了了 派軒如果是你 你會選哪一個 我選 我本來選A 就是護口方油油的 滑滑的 然後黏上去他可能比較沒辦法 容易固定 我覺得他們兩個講得都好有道理喔 真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直接來 做實驗找答案看看吧 走 派軒妹 我們來幫你 好 我們接下來要來磨這一面對不對 是的 好 好 三秒焦 那要模仿我們平常在擦副手霜的時候 仔細地把它抹勻 抹一抹 然後就不小心抵到三秒焦這樣 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揭曉囉 到底 從這個開始好了 好 這個是 磨砂 磨過的 Sorry 那接下來看看B1的選項 B1的選項是用吹風機吹過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Sorry 黏得非常好 很痛 不許 我真的拔不開喔 那正確答案不就會是 請聽這邊 所以這個答案已經非常明顯了 正確答案就是A 物體表面要塗護手霜 沒錯 那因為呢我們的護手霜裡面呢 有三種成分 第一個是界面活性劑 第二個是油脂 第三個是軟化劑 那首先界面活性劑呢 可以防止三秒焦的硬化作用 油脂和軟化劑 則可以深入我們的毛細孔 以我們的皮膚溫度裡面 以防止我們三秒焦 以皮膚進行扣合作用 所以呢 它就可以便利用我們的手被黏住囉 但是現在雖然是0比0的狀態啊 接下來第二題 到底會不會考到 我們兩位挑戰者呢 一起來看看吧 三秒焦 D在衛生紙上 會產生什麼反應呢 A 衛生紙會溶解消失 B 衛生紙會發熱冒煙 C 衛生紙會變黑脆化 D吧 會黏起來 請假答 A 衛生紙 B B 發熱冒煙 為何 因為三秒焦應該是很強的東西 所以它D在衛生紙上面 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化學反應吧 然後就會冒煙 我也是選B 為什麼 可是我是用刪除法 就是A的話我覺得龍解消失 聽起來太離譜了 但是C的話 黑變黑 然後脆化 感覺好像 要燒起來它才會變黑 所以我覺得 冒煙比較可能 這一題呢 答案 我們就一起來實驗看看吧 好的 我們好用實驗 來賣冠子一下 好 那我們就請伯仁 一起來幫忙 好的 沒問題 先來測量一下 現場的室溫是幾度 23.7度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D上去會發生什麼事 當三秒焦 D上了衛生紙之後 我們看到了 冒煙了 快速快快點 持續升高中 九十九度 九十九度 等一等 九十九度是最高溫了 正確的答案就是 B 衛生紙會發熱冒煙 所以廷尾你答對了 好厲害 所以廷尾不小心 已經獲得一分了 但是看到了這個結果 廷尾你會不會也滿驚訝的 會啊 就是一張衛生紙為什麼會冒出煙 對 為什麼會冒出煙啊 我們的衛生紙裡面呢 本身有植物纖維 而三秒焦裡面呢 又有一種稱為 輕切品吸酸質的東西 這種東西呢 會在空氣中的水氣呢 產生聚合反應 並且產生熱 因此呢 當我們今天把三秒焦 滴到衛生紙上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產生熱了 植物纖維呢 它本身又可以 將這個溫度再提升 因此就會產生我們剛剛看到的 冒煙現象囉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推論的話 是不是如果是有植物纖維的這種 植料都不行 像是有些衣服可能也有 衣服啊 什麼其實都不行 是嗎 包括棉花 我們可能受傷的時候用棉花 但這個時候沾到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棉花去把它塗掉 對耶 棉花 如果是棉質的衣服 我們一滴到 然後不小心要拿它去擦 也會燙起來 真的耶 這好重要喔 要記起來喔 回去的時候也要跟家人說 培萱我們要把握機會了 培萱 我們家加油 來 進行下一題了 好 那進行第三題題目之前呢 我們先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好的 那這個實驗呢 執行之前我還是先把口罩和 護目鏡帶起來 怎麼三秒鐘好像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三秒鐘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 來 我們再稍微一圓一圓 接下來呢 我會把三秒鐘倒進這一瓶溶液裡面 你們要猜出這一瓶溶液可能是什麼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他變裝霧石了 真的耶 結晶了 結晶 請假答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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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會選擇是C 小蘇打水 夢想是一樣 為什麼 白醋和檸檬水感覺都是酸性的 對 然後小蘇打比較不一樣 我也是覺得檸檬水跟白醋都是酸性 只有小蘇打水是鹼性的 好的 現在科學MAN的桌上已經有三種溶液 然後我們就分別都滴進這個三秒鐘 三秒鐘 瞬間凝固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小蘇打水 所以沛軒也獲得了一分 恭喜 好 可是為什麼低進小蘇打水三秒鐘 就會瞬間固化 我們今天如果要讓三秒鐘加速固化 就可以再添加一些催化劑 那我們生活中呢 小蘇打或是銅沙都是非常好的催化劑 所以我們如果要黏一個東西的時候 到底應該要加小蘇打粉 還是加小蘇打水 哪一個會比較好呢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小蘇打粉 直接取代小蘇打水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直接將三秒鐘 添上小蘇打粉 他真的瞬間是不是就變白色了 他已經瞬間就唸住了 浮花了 而且貝萱太神奇 真的耶 真的 我覺得更神奇的事情是 今天的筆數 評委獲得的是 一分 佩萱獲得的也是 一分 所以今天兩個人 平手 耶 都成為我們的 三秒鐘獎長 那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要請科學妹來頒獎囉 請兩位出列 來 來 這次麻煩 耶 來看一下你們兩個現在的名號叫做 三秒鐘獎著 這個獎盃很讓我驚訝 我覺得好酷喔 然後獎盃裡面還塞了這個 三個 牙膏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牙膏嗎 為什麼是牙膏啊 可能就是他長得很像三秒鐘 喔 你很聰明耶 送你們三秒鐘 可能不太好 我們直接送你三條 跟三秒鐘長得很像的東西 牙膏 受到這個開心嗎 開心 開心喔 你有倉意喔 喜歡就好 那平偉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嗎 喜歡啊 所以今天我覺得 所有的觀眾跟著他們兩個 應該也是一直高潮提起的心情 沒錯 真的很好玩 所以啊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來報名喔 那就先謝謝兩位 謝謝科學妹 謝謝 謝謝 請進下一個單元囉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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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耶 有沒有 通常爸爸媽媽的處理方式 就會在上面塗上三秒鐘 然後把它黏上去 然後下一次大家 又斷掉了 真的 科學妹剛才有告訴我們 如果用小蘇打粉的話呢 除了可以加速它 可以凝固之外呢 也可能可以讓它加固 變得更穩固 那現在我們就來試驗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用好不好 OK 來 可以 再一點 小心你的手喔 對 好 我現在都不能再放上去囉 對 再放上去我的那個尺 就會跟這個黏住了 那再補一些喔 來 還要再補一些 要…前後都要補 你另外一面也是 好 另外一面 對 好 當我都補起來了之後呢 接下來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 小蘇打粉 給蓋上去 好 另外一面 等一下妳給它一點點時間 好不好 好 讓它先稍微有一點感覺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放著 然後等待一下 大概要等個三分鐘好了 好啊 好 三分鐘過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實驗 它是不是真的很堅固 好 OK 好像OK耶 可以耶 好 那如果現在假裝我是同學們 好 我要開始熬了喔 預備 熬 真的 可不可以 很堅固耶 但如果說 有的時候爸爸媽媽會覺得說 尺就是比較便宜 如果這樣黏的話 好像又有點就是太麻煩的話 其實這一招學起來 很有用的地方是在 例如這個是你很喜歡的東西 真的 或者是你花了好幾千塊的模型 比如說模型啊公仔啊娃娃 你真的就要丟掉它嗎 用你只需要三秒膠 加上小蘇打粉 沒錯 那就可以把它完美如新的黏好 真的 其實在市面上有賣很多 三秒膠的催化劑 它的原理跟小蘇打粉也非常的相似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小蘇打粉 建議就可以直接用它來幫忙了 不過在使用三秒膠的時候 真的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要戴好手套 難 你就會跟我們一樣變這樣子 三秒膠很好玩 但玩的時候要小心 那下個禮拜我們又要玩什麼科學呢 拆科學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